謝忻日前兩千多張裸照 遭到外流 17號首度現身面對媒體 他表示事發後隔一天就立刻去報警 目前心情也慢慢在調適中 就是還在偵辦中 他們是說不排除任何的可能 沒有 當然跟我的心情是一樣的 但他有安慰我不要害怕 因為我畢竟我是當事人 我就一開始會很恐慌 他就給予很多的安慰 他生氣的是被流出來 他不是生氣我穿這樣流出來 其實我自己難過的是 為什麼沒有就稍微調整一下 修圖 然後還有很多那種啪眼的照片 我覺得很難過 因為平常你只要是藝人都知道 其實很多照片是要把關過 才可以PO上網或流出去的 其實我自己心裡也知道 流出去的這些照片 真的就是回不來 你也不可能去阻止大家不要看 所以我也在調適自己的心情 接受這個難過的事實 所以現在對拍照會有點恐懼 我現在滿害怕的 其實我要粗俗 所以我想要多嘗試各式各樣的造型 我覺得對我在我的人生中 是一個突破跟嘗試 可是那些照片本來就是設定 我不要外流的 可是他卻偏偏被外流了 所以你們看到的那些流出來的 應該就是人生中指度最大的 你們可能在看照片的時候看不太出來 但是其實我安全措施我都有做得很好 你們看起來會很像 但是其實我真的有貼 如果真的讓大家看起來不舒服 那應該就是不好看的部分 真的很對不起 我告訴我自己說也不要受到這件事情影響 去改變我自己的生活步調 我想做什麼我還是勇往之間去做 我希望我自己的新書計畫 還是可以照樣前進